再以这个课本的习题来做一下 那这个要怎么看比较快呢 3524 有没有看到 3524 这里多1 这里多1 那所以我们把它那个 第二个减上来 那变成2411 那这样就变成4-2等于2 不是很好看 对 那这个呢 这个的话 要看一下012 012 两行平行 所以这就是0 那这个的话呢 有一行全为0 有一行全为0也不用算 这都是0 这是一个这种题目 就是要先注意一下观察 然后再来做 那如果是这种上三角或下三角 那这种计算非常简单 有多简单呢 对角线上乘就好了 就是1乘3乘5 对 那你当然会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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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这样子呢 其实它的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慢慢展开 你就可以发现这件事情 三界行列四的展开 有六个方向 六条线 第一条线就是从这里走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135 那第二个呢 从这个0往下走 从这个0往下走 可是这个因为乘法只要碰到0都是0 那接着再减的 减的话呢 就是说从这边往斜着走 一旦斜到这边的时候就碰到0 那接着呢 再碰到0 再碰到0 就减掉三个0 所以对角线相乘 其实也不是什么复杂的公式 就只是这样子展开而已 所以就是这样就得到15 那这个下三角也一样 你可以先把它转置过去来看 或者直接用刚刚的看法也可以 所以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对角线相乘 那就是2乘1乘2 就是乘4 所以在计算上呢 你可以先观察再来做 那会简化一点点 那其实对实用面来说 其实都也不太需要个别处理 因为个别处理 其实耗的心力比较多 尤其对现在电脑化的社会里面 除非它是普遍性有这种结构 不然特殊的结构性 只有考题会出现